我真的要學習 怎麼會這樣 這是我高中的夢想 奇怪了 我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行為校還去 他說來當義工吧 早期叫當義工 想當志工 來當志工吧 哇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 這三個字 當志工欸 我說當志工是幹什麼呢 他說志工的活動叫三貼活動 貼錢 貼人 貼時間 他說布布是你的心態 你的心態要貼近他們 蹲著跟他一樣的高度 你才會看得到他的世界 我說我沒有辦法理解 可是那麼輕而上 講志工 這一生當中 就像我剛剛分享 你可以有兩種不同的選擇 你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 做很大的事業 做在豪宅裡頭 可是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一塊錢都帶不走 可是你可以選擇第二種生命 你可以過得很普通 吃得很簡單 你把有的奉獻了 去照顧那些需要被照顧的人 去看到那些躲在角落裡的 去對那些孤苦無依給他一個擁抱 有一天我們仍然會離開這世界 我們離開這世界 仍然一塊錢都帶不走 但是卻可以帶走許多人的祝福 給自己一個挑戰 給他們一個改變 給自己一個選擇 給他們一個活下去的機會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